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怡,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看透透,新聞看透透 昨天晚上9點多,兩三百名學生因為服務貿易協議 不願意逐條審查,因此攻佔立法院 那麼到了今天,人數在現場已經可以說是難以計數,越來越多 這個會不會學運再起,這是不是一個台灣最關鍵的時刻 馬英九要硬幹嗎?硬幹能過嗎? 他不硬幹,讓步他會不會垮了呢? 今天我們要來深入的追蹤跟討論,這對台灣意義來講太重大了 二十幾年來,從野百合的台灣學運到現在二十幾年來 第一次在馬英九執政之下,有這麼多的學生站出來 另外是王金平的黨籍案,今天王金平又勝訴 這已經是馬英九拜拜拜連三拜 接下來事情會怎麼發展,今天我們要來深入的追蹤 今天邀請到來賓第一位是台北市市議員楊石秋 楊議員,楊議員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平安 另外是新北市議員張宏露,張議員張議員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民進黨的副秘書長李俊毅李委員,李委員你好 歡迎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三位媒體界的朋友,第一位是中聯話,李委員你好 黃議員,觀眾朋友請大家好 以及王思琦,思琦好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黃偉翰,偉翰好 以及黃偉翰,偉翰好 觀眾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我們也今天邀請到兩位在昨天晚上進駐立法院的同學 第一位是台大社研所的同學黃嘉玉黃同學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以及台大法律研究所的同學黃守達黃同學 黃同學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那麼這個跟大家報告 最新的發展就是到了下午五點鐘的時候 已經是萬人包圍立法院 民眾用鮮血塗鴉獻愛心 我先請教一下偉翰,你有在追蹤這個新聞 人數的情況怎麼樣 其實這個本來是禮拜五才要達成的目標 萬人包圍立法院,全民包圍 可是昨天晚上的九點多,學生們突然衝進了立法院 立法院的駐位井沒有那麼多人,真的不可能 我先講,有人有陰謀論 是王近平故意放學人請去民視 立法院的駐位井不可能同時擋住三百個人 你顧錢你沒有辦法顧後 從各個門大家去湧進去 然後也牽扯到說今天王近平這個官司 所以認為說呢,這是一個雙方的陰謀 馬英九跟王近平的延長戰 但是在我看來很簡單 就是馬英九誤判了民眾對福茂、硬闖、壓壩的這個形式 張慶忠的那一個直接宣布存查 大家都撞不掉 而學生他們有計劃的做這樣的行為 我必須講,我完全支持學生的抗議 雖然過程中有一些破壞的動作可能可以再檢討 但是方向跟整個動作是正確的 學生增加到多少人 現在裡面的人是一樣的啦 但是非常擠 因為我從立法院過來 每一個門都非常擠 你要注意看,這是10個 昨天半夜差不多4點了 這是10個凌晨4點的時候 現場的同學的人數 其實已經... 都開始集結了 再看另外一張 你注意看 其實已經夾夾夾夾了 那到現在呢 現在事實上整個外面不只學生 很多的非學生的公民也都來了 那大家現在要行訴一個 必須要給馬政府壓力 福茂其實說實在 現在不是說要怎麼樣 就只是要逐條審查嘛 去年的抄議長都已經簽了要逐條審查 為什麼 為什麼簽好的一個 過了這麼久 七個月之前 那底牆沒有被動啊 浪費時間 到底意義在哪裡 國民黨的立委六十幾席 絕對的多數 為什麼你不敢逐條審查 那現在除了你剛才洪毅跟你講的 就是立法院的周圍 號稱萬人 實際上人數應該是至少超過三千以上 可是人會有很多 因為今天上班時間嘛 下班以後人會更多 國民黨中央也有 因為開中場會嘛 那現在總統府周邊也派了上千名的警力 也害怕民眾去包圍總統府 我講一句實在的齁 你再多的警力擋不住人民的怒吼 如果你對這事情沒有回應的話 人民會越來越多 但是今天下午的中場會 馬英九總統他完全沒有回應學生的訴求 他也沒有任何表達對自己的看法 他只請發言人長說任立法院自己處理 也就是說 事情如果沒處理好 是你王金平沒處理好 院長的事情嘛 可是現在不只在立法院裡面 現在外面國民黨也 國民黨外面也有啊 那總統府外面也有啊 那他只要求 他今天授證給這個黨團的三長 跟他們講說 這個會期 吳茂一定要過 到今天下午他還這樣講 所以馬英九到現在要再結束了就對了 他不會回應了 他現在不會回應了 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晚報 他說這一夜焦慮爆發 學運再起 我想請教一下李偉 你這個政治這麼久 這個事情的發展你看怎麼樣 關鍵嗎 這個就出乎所有政黨的意料 這個絕對不是哪一個政黨計算的道德 所以你說它是一個政治陰謀 我覺得這個帽子戴得未免太勉強 在學生攻佔佔領立法院的這個議事堂 之前民進黨這個我們還在 眼裡怎麼樣來阻止國民黨這種阿爸 我們甚至擬定說要在今天中常會要通過 民進黨的正式這個提案 然後禮拜五我們之前要跟所有的在野黨社團 公民團體要整合 形成一個所謂的全民監督服貿的一個大會 那甚至我們禮拜五要很辛苦的 希望能夠跟已經在立法院外的部分的這個學生 能夠這個更大的一個結合 所以發動一個這個大型的一個抗爭 大型的一個活動 但是就是在所有的計算下 學生的這個自主行動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在想說為什麼 大家這個時候對於這個學生的這個行動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當然各政黨都要檢討 包括民進黨 國民黨更是應該要檢討 學生學運再起 這是代表一個政黨政治最低落的一個時代 也就是說政黨沒有被信任 你國民黨沒有被信任 民進黨處理的過程中 可能也確實沒有讓社會大眾覺得安心 所以學生的這個行動才能夠起來 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說 因為學生在裡面已經很多了 吳玉生今天說 學生暴力行為應該強制驅離 不就更 不就更 好大的 不就更不就更 強制驅離 如果人家不驅離 人家不出離 你要怎麼做 所以敢強制驅離 學生要霸佔到禮拜五 那麼這個中間的過程會怎麼樣 等一下呢 因為總統不理嘛 那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金華高 我會想到 跟他說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